我们来说个八卦 就是历史的八卦 就是曾经在台湾 也有一个台版的彭帅 大家看到这个人了吧 我们刚才就聊过他了 就是银奶精 如果对台湾各种八卦 或者了解的话 或者他这个事情 是挺早的一件事了 就是06年 爆出来 银奶精和当时还是 东吴大学校长的刘兆玄 一起出游 甚至在阳明山冷水坑 独自相处65分钟 刘兆玄召开记者会 强调两人是谈国家大事 担心电话被窃听 才在车上讨论 然后银奶精这边的解释 大家都会有朋友 你是记者会不会跟采访对象 希望很多事情私底下来谈 不要跟别人谈 反正就是各自有解释 但是这件事情呢 反正各自理解吧 这里大家注意 刘兆玄的身份 刘兆玄 他当然大家后来 马英九执政以后 这个事情爆出来是06年的 马英九执政以后 也邀请刘兆玄当行政院院长 大家也都知道 行政院院长就相当于大陆的国务院总理 但是呢 这里呢 刘兆玄他另外在更之前1997年的时候 就是肖万长 组阁的时候 刘兆玄就是行政院副院长 相当于是什么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 这样明白了吧 也就是台湾的钱 就是在06年的时候 台湾的前行政院副院长 也曾经爆发这样的绯闻 有这样的事情 当时英乃津应该是有老公的吧 所以说呢 这些事情 反正两岸都差不多 很多有这么多的八卦了 余地我昨天就说了嘛 这些事情 其实对于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这些事情很正常的 别跟我谈什么道德啊 什么样子 这些爆出来一点都不稀奇了 关键是你不要把它上纲上线的 就挺无聊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说呢 奶精 你在评论别人的时候 麻烦 也要尊重一下 别人的隐私 我相信奶精在这个 他这个06年这个事情爆出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希望 媒体也好 或者吃瓜群众也好 尊重一下他的隐私 对吧 然后呢 今天彭帅对巴赫也在说 是吧 希望大家尊重他的隐私 好了嘛 事情 就是大家有点同理心就好了 这个事情就这么样 是吧 这个瓜就大家吃到这里就为止好了 也不用担心什么安全自由 什么民主啊 什么什么的 是吧 少扣这些帽子 反正这些八卦的事 两岸都有啦 但我们大家近一点的可能知道啊 是王定宇 王八千 这个房客房东的关系也好 还是丁允公啊 那个高雄的那个办公室的那张桌子也好 反正这些事情嘛 一大堆在无论是中国的两岸台海的两岸 还是在欧美的政治人物当中 太多太多了嘛 这些事情嘛 反正就大家吃瓜群众看看热闹就好了嘛 何必要上纲上线 只是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前国务院副总理身上 但是发生在台湾前行政院副院 现在来说是前行政院院长的身上呢 大家也就是这么看看热闹就欧了